今天这个排骨炖豆角粉啊 排骨酥烂豆角粉肉头 是不是啊 一个字香 两个字真香 同志们好 同志们今天本期大师请来 咱做一道东北四大炖之一 排骨炖豆角粉条 这个排骨我们选的是猪的筋排 下面我就开始操作 热勺凉油 排骨炖完擀分刀以后 不焦水不水泡 然后我们就给它生煸 煸上颜色 煸出水分 煸出排骨里面的油 把它下入葱姜 喝大料 这个煸出油以后呢 炒的豆角炖的菜香啊 对 不知道 不知道 再烹一点神奇的小花椒酒 来点李师傅炒的地质三合酱 你烧饭啊 好嘞 这个李师的三酱合一是啥呢 我哥的是能加酱 豆瓣酱 还有干黄酱 鸽肉炒出来养出来 颜色好还香 这小排骨一炒通红了 对 正亮 哎呀 香味出来了啊 出的香味了 满分香啊 二分香 来点 用水 对了 这个水再加一点 因为炖菜啊 这个水准蒸发的比较快 另外这个豆角啊 本条子它吸入水分 我们大勺润完了以后 就要加点油 把豆角炒一炒 加豆角 豆角呢 炒的时候呢 加一点盐 因为盐有生抽的作用 能够使豆角的水分 从根的溢出 然后炒的时候呢 一定要勤翻一翻 哎呀 豆角里有龙葵素啊 这个龙葵素 一定要熟 一定要熟啊 吃了 这个人体 非常非常的不好 容易中毒 把这豆角炒至断生啊 然后放到 炖至七成熟的排骨里 排骨里啊 我们今天做这个菜是排骨炖豆角粉 是不是啊 为了把这个豆角粉条呢 更好的上颜色 我们把它煮一下 煮个大约一分钟左右 然后把它捞出来 这个加点酱油调调色 调调色的目的是啥呢 使这个粉条呢 更容易凿色入味儿 捞出来以后 搁点酱油拌一下 好嘞 着色 排骨炖到七成熟 把豆角放里头 放完豆角以后 咱们叫叫口 叫口 就李大师亲自叫口 哈哈 一勺盐 再来一点点 再少来一丁丁糖 微糖 好了 提前啊 不值钱 再盖上盖 焖它五分钟 把豆角炖熟 然后我们再把粉条放里头 是吧 好 这粉条先先 好 粉条把它搁了搁了 很快 调一下 然后再放点味醋 好嘞 放点味精 还增加增加鲜味 增加增加香味 好 开始出锅了 该轮到我尝了啊 今天这个排骨炖豆角粉啊 排骨酥烂 豆角粉肉头 是不是啊 一个字 香 两个字 真香 这就是东北的四大炖 这一 年一炖茄子 猪油炖粉条 小汁炖模糊 这就是排骨炖豆角 每日烟火器 尽在楼饮器